2月11日年初期 小凯对一身黑色症状 显示上海出席活动 立刻就涌发了现场各种欢呼声 足见其如今超高的人气 面对小螃蟹们的热情 小凯当天也兴致很高 时不时展现出腼腆的笑容 与大家互动平平 对于即将到来的情人节 她也打算送一份特别的礼物给妈妈 永生花了 就是 妈妈在我自己的心目中 是永远不会老的 家人的支持 也是我们努力前进的动力 前几年三小只的努力 大家也都看得到 影视剧 音乐 综艺节目 甚至是学业 他们一样都没了 通过自己默默的努力 演绎着新一代年轻人的榜样 也正因为他们的正能量精神 今年的周年春晚上 我们又再次看到了 他们活力的身影 都说明星们常常是没有假期的 哪怕是春节 他们也常常需要飞来飞去 参加各种工作 而今年春晚结束后 小凯就速速回到自己的老家重庆 春节假期虽然很短 不过这段时间能和家人待在一起 想必他也是特别开心的吧 过年期间回家主要就是跟家里人待在一块 然后呢会去祭拜祖先 今年好像没有方便跑 没有发生一些记忆深刻的事情 今年过年啊 过年就是给小孩发红包吧 那你最近没有收到两岁红包 微信了也算吗 没有 常年工作在外 小凯虽然没收到红包 不过家人们爱的丁尹 还是收到了满满一箱 这尤其啊 是让小凯多注意身体 最好可以长胖一些些 就是注意身体啊 要多吃一点 不要吃太少 要长胖一点这样的话 就感觉就是人家都是过年胖三斤 感觉你这个人过完年还是没有胖还瘦了 因为我早开工了 所以很少吃家里的东西 所以就没有胖 过年必吃的美食就是 就是家 自己家里的年夜饭 还有饺子汤圆 那年夜饭是妈妈做的 还是以前奶奶做的吗 以前都是奶奶做 现在是大人做 你自己有尝试吗 没有 小孩都不让我做 其实此前在综艺节目中 小凯这展示出来的厨艺 那也是相当的厉害啊 希望明年有机会可以给你露一手啦 今年新气象 未来王俊凯也有更多的工作计划 已经在筹备中 小螃蟹们可以好好期待一半啦 今年就是有一个公益活动还挺特别的 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 在计划中需要完成的 今年的一年继续加油 闪海报道 小字幕制作者 欢迎订阅